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之前我有发布影片给大家分享过 我在日常使用的这样一个USDT虚拟信用卡 只要能够使用支付宝的地方 大多数你都可以通过扫码的形式 使用这张虚拟信用卡 这个信用卡的模式 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 将USDT存入到这样一个APP 或者网站提供的链上的账号里面 通过他们平台提供的exchange功能 将USDT虚拟货币转换成USD 就是美金 然后再转入到相应的Visa 或者Master的这个卡里面 那它这个APP里面就提供了 这张虚拟卡的卡号 有效期三位的CVV码 这和我们所有的信用卡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那你拿的这个三个元素 就可以绑定到支付宝里面 或者国际上的这些购物平台 包括Amazon Apple Pay Nightfay 如果你去购买Switch 任天堂Switch的游戏的话 你也可以绑定这种卡 包括像Google Cloud 我大概三四年前使用的是我自己的信用卡 Visa卡 Master卡来绑定的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虚拟信用卡来进行绑定了 那另外 包括现在最火爆的ChairGPT 你也可以用我们申请的这种虚拟信用卡进行支付 大多数的信用卡的使用方法都是一致的 现在呢 他又推出一个实体卡 这个实体卡就相对比较贵一点 那他现在官方的价格是10U 那但相对于其他同类功能的实体卡来说 他价格应该还算是便宜的 大家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比较一下 价格是一方面 那这张卡到底有什么用 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卡就是 他怎么会有爱心出现 挺有意思的 在海外使用电子支付的使用场景还是有限的 大多数人还是习惯用实体的信用卡 所以不管是在坐地铁 买一个麦当劳 或者是甚至有些出租车 都是支持信用卡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Visa 那有些是Master 那他都可以用 包括这张卡 你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支持Visa的地方 去取出当地的法币 那我这次在马尔代夫 也非常无畅的来使用这张卡 来进行海上活动的这些支付 包括在土耳其 你也可以用这种信用卡 就像我现在每天 可能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虚拟卡 或者实体卡的场景 就是消费的都是USDT 那这个可能是很多币券人的一个日常 就可以体验一下 我是非常兴奋 我也是刚刚开始使用这种 虚拟货币信用卡 虽然它的使用过程中 有一些磨损 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特别是它能够取出法币这一点 是非常令我兴奋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体卡怎么申请 之前我那期影片详细介绍过 它的PokerPay的苹果APP Android APP是怎么使用的 因为现在我们要去申请一张实体卡 它是需要人脸识别 实名认证的 它这个KYC级别 还是相对比较严格的 它也是为了AML反洗钱的规则 你不可能让一个匿名的形式 来去操作这种信用卡 我们要做的是点击开卡 这APP怎么安装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期影片 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点击卡 这上面有实体卡跟虚拟卡 虚拟卡它分为星际卡 和尊享卡 还有用卡 主要是区别它的一些手续费 和开卡的费用 它第一档的星际卡 开卡费用是20USDT 它的月使用费是零元 就是没有月使用费 通知手续费是1% 提现是0.5% 当然它消费手续费 这边它有个说明 消费手续费是指 PokerPay的平台 不收取手续费的 但它会产生一些费用 这个费用是 发卡方式指Visa 或者是Master 和结算机构 如果是小于10美金的消费 它会收取每笔0.1美元的手续费 大于10美元是不收了 如果是非美地区 支付跨境手续费是1% 每笔最低要收0.45% 这个是指这张星际卡 星际卡它也分 Master和Visa两种 那尊享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开卡费用会低一点 它就需要每个月 付一美元的月费 提现手续费 比刚才要稍微高一点 那其他的消费手续费也是一样 那还有一张是 一样卡 年轻卡 开卡费用是0 但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充值手续费 是要高一点 因为每次充值要收5% 提现是 手续费也是5% 那其他的这个消费是一样的 之前的视频 我也详细分享过 这个星际卡 怎么去申请 怎么去开卡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体卡 点击去开卡 实体卡的费用就比较高了 因为它要帮你 制作一张 体的卡片 然后要寄到你的家里 那它的月费是0 因为价格比较高了 然后消费额度是不限的 这个额度不限是指 这个虽然是上信用卡 跟我们普通信用卡 有点区别 它是一个预存卡 也就是说你先要将 USDT转换成 USD转换成美元 存到这张卡里面 这里面有多少美元 你才能消费多少美元 那另外它的充值手续费 是1% 提现手续费 它是0 消费手续费是0 这个跟虚拟卡 就有点不一样了 它消费手续费 好像是没有体现出来 然后它的有效期 我之前问了 它现在月费是0 但它现在应该是一个活动期间 应该是要到明年的6月份 也就是半年时间免费活动期 这个之后 可能它有会产生 这张卡的月费 我们点击开卡 它说这个开通实体卡 是需要KYC 你的身份认证的第二级别 因为实体卡 它需要level 2 就第二级别的人脸识别认证 因为这个涉及到AML 反洗钱规则这些 因为我这个账户是没有做过一级认证 我们要从一级认证开始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所在的国家 或者地区 身份类型 这样的话 我的一级认证就成功了 点击二级认证 点击下一步 要拍摄我的证件和人脸识别 然后我们再做脸部的识别 这样就认证成功了 我们点击返回 好我们在实体卡这边 再来点击去开卡 点击立即开卡 这边的108U 我们就点击开卡 好我们到这步 就要填写我们的收获信息 收获地址 好填写完收获地址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 好了这样的话 它差不多一周时间 就会寄到你的手上 会印有你的姓名的拼音 和我们其他普通信用卡都类似 我这边要重申一下 这样这种卡 有很多小伙伴也会问 它安不安全 会不会跑路等等 我想说它是一个 完全新的一家公司来做的 虽然它也有拿到了美国 香港的这些金融方面的牌照 但是毕竟和我们其他 汇丰、扎达、万事通 这些大牌的银行的 visa和master卡不一样 它是有完全强大的 百年的银行的背书 来做保证的 像这种完全新的金融的卡 而且它是设计到加密货币的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你说它会不会跑路 它安不安全 我只能告诉你 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不一定安全 可能会有跑路的风险 这和钱包交易所不一样 我拿它仅仅是作为 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USDT的一个工具 比如你在海外 你想要使用USDT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去他们的找换店 兑换店去用USDT来兑换成当地的美金 或者当地的法币 当然如果不想这么麻烦 你用这种卡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在他们的Post机 ATM机上去取线 当然它的手续费可能会高一点 但毕竟主打一个方便 这个是实体卡的功效 当然也可以绑定 类似于像PayPal LinePay ApplePay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现在日常的消费的习惯 就是用这种类似的U卡 USDT的卡片 或者是虚拟卡 都是可以的 你虽然消费的是当地的法币 台币 或者是人民币 或者是美元港币 但是它转换的 使用的是你这样卡里面 存进去的USDT 将它转换成的美元 然后由美元再转换成 你当地国家的法币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种 形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 我的除外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些好的APP 好的软件 我也会像这样 做成影片形式分享给大家 同时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这样就不会和我 最新的有差践而过了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